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叫《情感勒索》 这是一本畅销全球二十年的心理学著作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遭遇情感勒索 情感勒索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软暴力 它可能发生在亲人、伴侣、朋友或者工作伙伴之间 而且很隐蔽 比如你的另一半可能会说 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应该听我的 你的父母可能会说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听话呢 你的朋友可能会说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 这些话的前台词都是 你要是爱我在乎我就得顺着我 你一次次的让步却一次比一次心累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自己被人情感勒索了 《情感勒索》这本书的作者苏珊·弗沃德博士 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 拥有二十多年心理治疗经验 帮助过很多人解决心灵困扰 我们之前给你讲过的《执迷》也是她的作品 今天要讲的这本《情感勒索》 曾经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 再版过八次 被翻译成二十种语言出版 著名作家梁文道也曾经推荐过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 苏珊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真实案例 向我们揭秘情感勒索是如何进行的 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摆脱情感勒索 下面我将从三个部分来为你讲解这本书 第一 什么是情感勒索 它是如何进行的 第二 人为什么会陷入情感勒索 第三 应该如何应对情感勒索 好 下面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 什么是情感勒索 它是如何进行的 简单来说 情感勒索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操纵方式 当亲近的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一方会利用另一方的弱势和死穴进行威胁 希望凡事按照自己的意愿 要求对方做出牺牲 如果对方不顺从 就会受到惩罚 在现实中 不同类型的勒索者 有不同的行为模式 他们也会通过不同的手段 实施情感勒索 书中把勒索者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施暴者 自虐者 悲情者 和引诱者 施暴者最容易被觉察 因为你一旦不顺从 他们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要么是直接了当地发现出来 要么是使用冷暴力 一言不发 第二种情感勒索者 是自虐者 他们不会对你发火 而是会伤害自己 他们在面对拒绝的时候 会警告对方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活不下去 第三种勒索者 叫悲情者 他们不会威胁伤害别人 相反会不停地暗示 他们受的苦全都是对方造成的 悲情者表面上看起来很脆弱 实际上却是沉默的暴君 他们利用别人的愧疚感 迫使对方妥协退让 第四种勒索者是引诱者 也是四种情感勒索者中最不容易被发现的 一般来说 引诱者会先做出一个美好的承诺 然后在实现承诺的过程中 再威胁对方 如果不顺从 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引诱者给出的承诺 不一定是物质上的 更多时候 他们给受害者的是情感诱惑 比如一段亲密关系 一个充满爱和支持的家庭 可是拥有这种美梦的代价 就是要对引诱者言听计从 说完了勒索者的类型 我们再来说说 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法 勒索者主要通过四种手段 给受害者施加压力 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 最终让他们屈服 这四种方法分别是 二分法 病态化 联合阵线和消极比较 我们一个个来说 二分法指的就是 勒索者会站在道德制高点 把自己装扮成好人 把受害者推到对立面 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坏人 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 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 你要听话 勒索者的第二种手法是病态化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或者不听我的意见 你就是有病 久而久之 就会让受害者产生困惑 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正常 比如父母为了让孩子早点结婚生子 经常会说 你看看身边 所有人都结婚了 就你不结婚 你就是有病 勒索者的第三种手法是联合阵线 有时候勒索者也会觉得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力量不够 于是他就会找来外援 比如妻子想离婚 丈夫却不同意 为了逼妻子妥协 丈夫不光找来了各路亲朋好友 还找来双方父母 找开家庭会议 劝妻子回头 当我们关心和尊敬的人全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我们就会感到孤独和挫败 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最终妥协 勒索者善用的第四种勒索手段 就是消极比较 最典型的一个句式就是 你看看人家 比如 你看看人家老公 工资高 工作好 平时家务活全包 放假带着老婆到处旅游买买买买 再看看你 高档餐厅都吃不起 人在被比较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勒索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受害者感觉到自己浑身都是缺点 不自觉地就会按照勒索者的要求做出改变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情感勒索是一种操纵方式 我们介绍了四种情感勒索者的类型 以及他们常用的手法 需要注意的是 勒索者的类型和手法都不是固定的 他们可能同时是自虐者和悲情者 也可能多种手法并用 只要能达成目的就行 说完了什么是情感勒索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 来说说人们为什么会陷入情感勒索 在本书的作者苏珊看来 情感勒索不是独角戏 而是一首二重奏 从勒索者提出要求 到受害者屈服 一场情感勒索的完成 其实是勒索者和受害者配合的结果 所以想要正确地处理情感勒索 就必须对情感勒索中的每一个角色 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先说勒索者 不管勒索者属于什么类型 用什么手法 他们本质上都是在用威胁的手段施压 以此实现对受害者的控制 让被害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 原因就在于 他们内心深处对失去的恐惧 他们害怕失去 渴望永远得到支持 哪怕牺牲他人的利益 也要满足自己 而这种恐惧心理 主要来自复杂的成长环境 有些勒索者从小到大过于骄纵 生活中很少遇到挫折 所以长大后 接受不了自己被拒绝 还有一部分人正好相反 他们经常提出要求 却很少被满足 在一个缺少爱和支持的环境中长大 由于缺少安全感 他们很害怕失去 所以对于挫折非常敏感 无论是哪种情况 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 恐惧和不安 勒索者都会转而向受害者施压 强迫他们做出妥协 所以在情感勒索中 并不是受害者真的做错了什么 而是勒索者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勒索者能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 但为什么有人心甘情愿地被勒索 成为受害者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受害者的心理状态 作者把情感勒索比喻成一阵迷雾 是因为一旦遭遇情感勒索 人们就会陷入情绪的泥潭丧失判断力 从而做出一些违背内心的行为 情感勒索之所以能够奏效 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很多聪明沉着的人也会成为情感勒索的受害者 为什么他们有时会显得那么脆弱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为情感勒索的牺牲品呢 答案的关键在于情绪见 这里所说的情绪见 其实就是人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 它就像一个上了索的盒子 储存着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情绪 书中主要提到了三种情绪见 恐惧感 责任感 和罪恶感 恐惧感主要指的是被抛弃 被拒绝 或者失去关爱和支持的恐惧 比如得不到父母的爱 失去朋友的支持等等 责任感指的是作为成年人 我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身边亲近的人承担一些责任 如果没能履行就会感到愧疚 罪恶感指的是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 当我们违背个人或者社会伦理规范时 我们会产生内疚和自责的感觉 这三种情绪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和我们的成长环境 童年经历和接受的教育有关 比如那些小时候没有被父母好好照顾的人 长大后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恐惧感 如果父母经常要求我们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我们也很容易长大以后承担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平时这个情绪见不会被碰触 人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可一旦被触碰 记忆中的负面情绪就会被勾起 人们就会想起以前经历过的不好的事情 这种痛苦的感觉会让人失去判断 忍不住做出妥协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行为模式 勒索者正是利用这一点操控着受害者的人生 很多时候受害者妥协退让是为了避免冲突 屈服可以为他们带来短暂的解脱 所以他们不断满足勒索者的要求 言听计从 以为这样就能威信彼此的关系 但事实恰恰相反 受害者的屈服就是对勒索者行为的奖励 最初勒索者只是抱着试探的心态 通过一些小事测试受害者的反应 一旦他们在小事上成功了 就会变本加厉 在更大的问题上顾忌重施 说完人们为什么会陷入情感勒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第三部分 应该如何应对情感勒索 想要摆脱情感勒索 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改变自动化的反应模式 二是摆脱情绪键的控制 首先我们来说 如何从行为上改变自动化的反应模式 它分为两个步骤 分别是准备工作和SOS策略 在思考如何和勒索者相处之前 受害者必须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通过正面的心理暗示 坚定自己要摆脱情感勒索的信念 具体来说 有这么三个方法可以尝试 第一个方法是制造仪式感 比如你可以跟自己签订一份合同 承诺不再让恐惧 责任和负罪感影响自己的决定 第二个方法是反复大声说 我能经受得起 比如我能经受得起别人的愤怒 我能经受得起别人装可怜 我能经受得起别人的不理解 这样的练习 其实是向潜意识植入一种正面信息 第三个方法是用新的信念代替旧的信念 比如过去当别人生气的时候 你会认为 他生气了 那我的要求是错误的 现在你可以尝试把这种想法变成新的语句 虽然他很生气 但是我的要求是我应得的 通过大声反复讲出新语句 让头脑接受这个新的信念 在做这些练习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在面对情感勒索者 正在面对对方的强烈压迫 这时候你要尝试着给自己多一些信心 准备工作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改变自动化反应的具体方法 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三个步骤 SOS 第一个S也就是第一步 是英文单词Stop 也就是停下来 第二步O指的是英文单词 Observe 是冷静观察的意思 最后的S是第三步 Strategize 制定策略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详细说明 比如一个刚刚生完宝宝的妻子 平时为家庭做出不少牺牲 也一直迁就丈夫 生完宝宝 他满心期待回归职场 可是老公希望他辞职回家 专心照顾孩子 妻子想和他商量 可每次聊起这件事 丈夫都会很生气地说 我在外面这么拼 都是为了这个家 现在让你辞职 是为了照顾好宝宝 怎么这点要求你都不愿意呢 那么 妻子应该如何运用SOS三个步骤 来化解这场情感勒索呢 首先停下来 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时间找回理智 陷入情感勒索的时候 受害者经常会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感觉自己必须在特定时间里 对勒索者的要求做出回应 就像有一个闹钟 在滴滴答答地催促你 此时此刻 内心胶着 充满压力的受害者 最先要做的 就是给自己争取时间去思考 比如 故事里的妻子 可以先用下面几句话回应丈夫 我现在不能给你任何答案 你让我考虑一下 或者 辞职毕竟不是小事 关系到家庭的收入 等孩子上学了 我还得回归到职场 这也关系到我的职业生涯 我不能轻一下决定 我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切换环境来缓解不安 比如你可以说 我要喝点水 或者 我要去一下卫生间 我马上会回来 借机换一个环境 让自己冷静一下 为自己争取到时间后 受害者要做的是第二步 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旁观者 冷静观察 观察什么呢 首先 受害者要进入观察者的角色 看看勒索者的要求 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他是怎么样提出要求的 语气里是满含爱意 还是威胁不耐烦 如果自己没有马上妥协 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其次 受害者还要观察 面对勒索者的要求 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的感受是什么 到底是对方的哪句话 或者哪个行动 表情 触发了我内心不舒服的感觉 让我做出妥协和让步 举个例子 一个妻子因为丈夫而放弃学业 她的想法是 丈夫的感受比自己重要 正是这种想法衍生出了罪恶感 让她觉得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 而一旦丈夫摆臭脸或者大吼大叫 就会激起妻子内心强烈的负面情绪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情绪 她就会做出妥协让步 在观察自己感受的时候 你可以关注身体上的生理反应 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 有些人会脸红 有些人会觉得后背紧绷 还有的人胃里会翻江倒海 人的身体会真实地呈现出情绪反应 我们前面说了 受害者往往会因为一些隐藏的情绪件 而陷入情感勒索 所以要摆脱被勒索 就得首先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 以及触发这些情绪的信念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正在发生的事 不再陷入自动化反应模式 观察完勒索者 也认清了自己之后 受害者就可以开始第三步 制定策略 针对那些不重要的需求 你可以有意识地做出让步 或者有条件地同意 但是对于那些违背我们的原则和标准 或者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的要求 你就应该坚定地拒绝 当然事情往往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因为勒索者常常是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 非常了解我们 所以和勒索者做斗争 就必须掌握策略和技巧 书中主要介绍了这么四种 第一种策略叫非防御性沟通 遭遇情感勒索的时候 受害者很容易产生防御心理 为了隔绝内心被激发的恐惧感 责任感和愧疚感 他们会激烈地反抗 可是这种充满防御性的反应 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比如一个妈妈可能会用让孩子愧疚的方式 来让孩子听话 如果这是孩子激烈地反抗 比如孩子说 你知道你的要求多么可笑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 这时候受害者的反抗 可能会造成勒索者的情绪失控 而这反而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 而非防御性沟通就不一样了 通过改变语言 我们可以减轻勒索者内心的敌意 让沟通更顺畅 如果勒索者气势汹汹地要和你吵架 甚至威胁你 你绝对不能和他吵 而是要保持清醒 也不要因为勒索者的态度就改变自己的立场 你要做的是把精力放在目标上 先把气氛缓和下来 比如选择一个安静的地点 和勒索者坐下来谈一谈 先听听他怎么说 等他说完 你不要急着反驳 而是要先肯定勒索者 你说得很有道理 趁着对方心情大好 你表达自己的想法 当勒索者放松下来 下一步的谈话就会顺利得多 应对勒索者的第二个策略是 化敌为友 与其站在勒索者的对立面 不如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里 把对方抛给你的问题 变成你们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比如绝望的妻子可以这样说 你辛苦赚钱养家 我很心疼 如今有了孩子又多了一大笔支出 我不想做家庭主妇 这样我们家的经济负担过于繁重 可我又想照顾孩子 老公英明神武 不如你也帮我想想 除了辞职 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声明自己的立场 不是要跟你作对 而是我们要共同作战 这时候勒索者的注意力 被带到了解决问题上 矛盾的焦点就被悄无声息地转移了 应对勒索者的第三个策略是 条件交换 情感勒索中 做出退让的往往只是受害者 但条件交换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让关系双方都明白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如果你希望对方改变 那么自己也要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变 比如 每次吵架 妻子都用离家出走 来威胁丈夫妥协 那么丈夫就可以先满足妻子的一些条件 比如 周末多花点时间陪伴妻子 平时多帮她做做家务等等 但同时丈夫也要给妻子提出要求 遇到冲突的时候 我们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不能再离家出走 条件交换是解决僵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双方各退一步 谁也不会觉得吃亏 应对勒索者的第四个策略是 运用幽默 幽默是亲密关系的润滑剂 也能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容易 当你察觉到对方的情感勒索 想要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 可你又怕直接说会把关系搞得特别紧张 这时候你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完全地表达出来 比如当另一半提出你不想接受的要求时 你可以先开玩笑地说 为了证明我的诚意 要不我先给你跳段舞吧 沟通中的小幽默可以化解对方的怒气 缓和气氛 给接下来的沟通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 上面我们说的这些方法都是快捷路径 就是教你如何从行为上如何应对情感勒索 但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情感勒索 受害者还必须从心理层面切断情绪见 我们先说怎么应对生活中的恐惧感 情感勒索的受害者害怕被抛弃 被拒绝或者失去关爱 作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如此害怕 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我价值感 对自己并不信任 所以才会害怕不被别人认可 害怕被抛弃 所以想要处理这种恐惧感 就要帮自己重建信心 我们这里给你介绍两个练习方法 第一个是重新认识自己 你可以列出自己的优点和美好的品质 并且经常赞美自己 当你发现自己并非想象中 那么脆弱无用的时候 就会找到反抗情感勒索的力量 第二个方法是情景重演 如果最近发生过因为害怕而屈服的事件 那么你就可以用想象来重新演绎一次 只不过这次不要再屈服 而是想象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 比如你可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诉求 然而想象对方的愤怒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重复自己的观点 直到想象中的对方被你说服 通过这种方法你会发现 说出内心的想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如何面对责任感和愧疚感 责任感和愧疚感往往来自于错误的认知 人并不是天生就有责任感 而是从父母、学校、社会学来的 很多教育鼓吹牺牲是一种美德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别人的需求比自己的重要 而一旦自己无法满足别人的需求 就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感 经常为自己根本没有做错的事情感到愧疚 所以处理责任感和愧疚感的问题 就需要受害者重建认知体系 首先你要梳理自己的信念 哪些是别人对你的期望 然后再重新审视是不是真的这样 别人对你的评价到底是事实 还是只是他们自己的主观看法 比如当有人说 你这个人太自私了 不要立刻认同这个观点 而是要先学会反问 我是真的自私吗 还是这只是个别人的看法呢 然后就是改变信念的具体方法了 第一个方法是转换句式 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为了家人放弃一切 那么现在 你就要把这个肯定句变成问句 为什么家人的需求比你自己的更重要呢 这种想法真的合理吗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 但只要你去做了 就会渐渐发现你过去的想法也会跟着慢慢改变 第二个方法是制作情绪盒 把自己每天的负面感受 或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负面评价记录在纸条上 放进盒子里 然后把这个盒子扔进垃圾桶 或者是埋掉烧掉 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自己 停止接受那些你不必承受的负面评价 第三个方法叫做矛盾疗法 简单来说就是把受害者的负面感受提升到一个极其荒谬的程度 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可笑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女孩因为主动向男朋友提出分手而感到内疚 作者让女孩想象自己站在男朋友的面前说 我知道你没有我不行 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 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我所有的梦想 说完 女孩自己都觉得荒唐 通过这种方法女孩明白了自己的罪恶感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好了 说到这里情感勒索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再为你总结一下本书的三个重点 第一 情感勒索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操纵方式 情感勒索者会使用威胁的手段 通过给受害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做出妥协 而不是提出条件让对方自由选择 第二 情感勒索之所以会产生 其实是勒索者和受害者配合的结果 情感勒索者无法忍受挫折 一点点小小的挫折就会激发他们内心深处对失去的恐惧感 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恐惧和不安 勒索者会转而向受害者施压 强迫他们做出妥协 而受害者则因为内心的情绪剑被触碰 产生强烈的痛苦 从而失去判断力 忍不住做出妥协 第三 当你遭遇情感勒索的时候 首先 受害者可以通过SOS策略来改变自动化的反应模式 其次 受害者必须改变内心世界 从心理层面切断情绪剑的控制 其实情感勒索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我们明知道自己陷入情感勒索 却不愿意做出改变 甚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只为让对方高兴 但就像作者说的 只有勇敢面对并且做出改变 我们才能终结这场以爱为名的操控游戏 好了 情感勒索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himp 是